在台南的敏慧医护专科 21号传出三年级 雅体技术科同学集体报考 因为学生认为这次重考不公平 到底怎么回事 评论情况也先给记者王思武 请思武来告诉我们 好的主观众 台南市敏慧医护专科学校 三年级雅体技术科的同学 昨天在进行局部活动 一直学期末重考的动作的时候 有一百多位的学生认为不公平 采取集体报考的行动 并且在校园中呐喊不公平 我们来听一段学校方面的说法 有这样跟学生反映说 老师出的平时考的题目 跟他的期末考的题目 重复性太高 所以学校经过开会讨论之后 也跟学生说明 希望重新再考一次的一个缘由 所以我们学校才会 要求学生再重新考一次 对于学生采取罢考的动作 校方表示 这次重考主要是因为 一名初题老师在期末考出了40题 而其中有33题是 其实是跟平日的小考重复 家长发信之后拍照向校方抗议 而校方也认为这个老师啊 有泄题之嫌 才要求重考 不过在昨天的重考过程当中 有150多位同学来认为说 这样的重考是不公平的 因此采取罢考的动作 因此校方表示将针对这个部分 进行校务的一个讨论 再要求同学是否还要针对这个部分 来进行重考 至于这位出题的老师 由于是一位代课老师 因此校方也决定 在下个学期将不会再续聘 这名代课老师 好地上就是目前记者掌握到的 最新情况将镜头交款给 彭丽主播